公元266年司马炎篡位改国耗尽 终将司马懿的野心变成了现实 使司马家族成为了大一统王朝的掌权者 只不过自司马懿后 司马家的统治者全谋智商一代不如一代 仅仅维持了50年就弄丢了司马懿苦心经营才得来的江山 仓皇难逃留下一关难渡的成语 此后东晋政权距江南一带苟延残喘 江北地区政权一再一主 直到南北朝时期 两帝王朝内部才相对稳定了下来 这一时期无数文人莫刻横空出世 敦煌有了飞天仙女 儒学不在一家独大 民间大兴皇老之学曾有皇帝三次出家 文士衣着宽衫留秀 女子衣装自然飘移宛弱宛若仙女 看似两朝民风开放 然而历史真的如表面这般光鲜亮丽吗 自司马政权篡位改进 天下难得再一次迎来的大一统王朝 有过篡权经验的司马炎认为 曹魏之所以被司马家篡权 正是因为家族权势不足所导致 于是便大封宗亲集团为王互相牵制 以免王权落入外星人的手中 结果却导致了八王之乱 中原人口继三国之后再次大规模减少 同时诸王为了争夺王位 不断招负周边湖人 以至于八王之乱后 中原人口千五百万 汉人仅占三成 进一步引发了五胡乱华 司马瑞在混乱中率晋国士大夫 南渡建康建立了新的晋国政权 自此西晋灭亡 东晋开始 南北对立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出行 此后北方地区便失去了控制 少数民族纷纷自立为王 割据一方 以至于前前后后建立了16个少数民族政权 北方汉人与胡人 在这些国家政权的碰撞间相互交融 最终北魏政权一统了北方 北朝开始 而与此同时 南方也没有销定下来 士大夫们一面抵御北方胡人的攻击 一面在国内争抢着江南的实际王权 直到南北朝结束 北朝政权游和道分 经历了五个朝代 南朝政权也先后换了三字国号 而与这分分合合接踵而至的 还有民族的碰撞 与文化的融合 提起文弱 人们第一时间讲到的就是 文风盛行的大宋王朝 彼时国家上行文人治国 下推契武从文 以至于有了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说法 然而宋朝文弱虽为鼎盛 但文弱却也不是其专利 南北朝之文弱盛行与宋朝相较 虽无过之 但也算有所知及 此时诗歌 京瑶已经开始从学术中被区分出来 他们不再纯粹地为儒学统治者 控制人心的工具 开始寻求自身的意义 北方文人 以诗经木兰师为代表 取材于社会大写战争与苦难 风俗与传统 劳动与爱情 南方文人则以处自为发端 文风愈发浪漫 从言智转向 缘情 岳辅歌谣 山水偏缘诗 盛极一时 南北朝时 汉墨三曹 建安妻子所传承的 现实主义传统文学大兴一时 被后世称为建安风古 唐朝陈子昂 曾圣赞其文学之辉煌 李白亦有蓬莱文章 建安谷的诗句 此时的诗歌 词妇 以及散文 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 第一次文人式的高潮 从此奠定了文人式的主导地位 给后世留下了极深远的影响 此时 儒学的统治地位 也开始大幅削减 道教的黄老之学开始盛行 描述神仙飘逸的神仙文学 也涌现了出来 刘邦与项羽所争夺的 楚河汉界 在文人默克眼中 轻易地就被划分了出来 为了追求飘逸的生活 无数文人 辞官还乡 说走就走 毫不拖泥带水 而后世的文人形象 也在此刻有了基本的出行 富裕一些 则宽山留秀长裙白 玉佩香囊 清折善 穷一些则着长衫 怀香囊 坦胸漏怀 宫锦中散发着文学的虚无 以及形骇之放浪 古文秦复中所描述的 贝长林 易华之 林清流 复兴诗正是子诗 隐居文人们真实写照 由于文化的碰撞 人们无暇顾忌 传统思想的漏洞 男男相爱 女女结婚这些传统 儒家绝不允许的禁忌 也有星点出现 而既然百姓如此 帝王更是肆意洒脱 晚唐大师人杜牧 曾转过一首 快智人口的江南春 诗中写道 千里英提 绿应红 水村山锅 九七峰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 烟雨中 而这首千古佳作 生动描写的 就是南北朝 佛教兴盛的场面 这场景 正是出自 南朝梁武帝 萧衍之首 历代帝王 爱江山 爱美人 为萧衍 独爱佛 其与陶渊明 诗中独爱菊 颇有一曲同工之妙 萧衍 在位南朝四十八年 三子诸家 每次都是大臣 花重金 才把他从寺庙赎回来 而且对僧人 也偏爱有加 不仅免居重税 还供其一时 许多接不开钩的流浪者 都因此归依了佛门 与世无争 看起来一切美好 然而在这文学 思想大解放的背后 却是文明政治的 大倒退 北方虽然由北魏政权 做到了大一统 但其内部问题 却并未到解决 各个民族文化 习俗都不一样 北魏王朝 在国家体制上 虽然已经步入封建制 但却仍然保有 大量的奴隶制残留 科捐杂税 任意临时争调 贪污腐败之风攻行 同时 北魏初期的统治者 还推行民族划分政策 在战争中 驱破除 险卑族外的各民族 在前冲锋 险卑骑兵 则在后面跟着 同时 也借此削弱 其他民族实力 以防地方起义 据史书记载 北魏就曾在 攻打刘宋时 派人送去书信 表明功成的 并非显卑人 还挑衅刘宋方面 让其帮助 多杀外族之人 以防日后叛乱 另一方面 北魏初期盛行 送礼制度 官员王族之间 腐败的情形 极为严重 以至于民不聊生 各民族时常爆发起义 直到北魏孝文帝 大兴汉化之举 使得民族矛盾 有所缓解 这才让北魏 国内形势 有所稳定 可尽管如此 北魏还是走向了 衰落的命运 最终分裂成 东西两位 北朝内部也开始再度战乱 先后形成了 东魏对峙西魏 北州对峙北齐的局面 南朝一边 虽然刘豫 为刘宋王朝 开了一个好投 但奈何后代 只继承了江山 没能继承刘豫的 宏图大志 反而对一起亲宗来 一个比一个狠 孝武帝刘军的登基 即位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将两个哥哥 和他们的儿子 消首施重 随其 立下书工的叔叔 刘一轩 虽然短暂的 成为了丞相 但是第二年就被杀死 随后刘俊又诛杀了 自己同门的诸多弟兄 其行径 极为荒淫残暴 好在其在位时 还算打理了下朝政 几项改革措施 还算有效解决了部分问题 但其之后的 刘宋统治者 便只剩下残暴荒淫 导致南朝内乱不断 最终被削道成篡位改齐 而其朝也是一个 争杀频繁的朝代 其国座短暂 24年经历三代七帝 平均三年一帝 是中国历史上 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 其朝统治者的昏庸 最终也招致了灭亡 萧衍趁机将南朝旗 一脚踢开 改梁为国号 视为南朝梁 萧衍即为梁武帝 其在位之初 正直清明 穿着朴素显点 国力日居昌盛 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 其在位后期 理政态度却急转之下 多次投入僧门 不理政事 还在修建寺庙上大花钱财 旗下的官员风气 也日渐腐败 最终梁朝在第三代时 也没能逃避 被取代的命运 陈霸先通过 十年发展灭亡的南朝梁 建立起了南朝的 最后一个朝代 陈朝 南北两朝水火不能相容 自然会经常产生摩擦 其在北魏王朝期间 尤为明显 其统治者多次命令大军 南下讨伐江南地区 山东河南与淮北地等地 被北魏先后掠夺 汉中剑阁等地 也为北魏所占领 然而北魏的攻势却一直 未能集中南朝要害 中离一役后 北魏剧烈衰弱 最终分裂成东西两魏 疆域有得有失 而除了南北两朝战乱外 其国家内乱也十分平凡 南朝的第一次宗室内乱 刘易龙被杀 其皇亲宗器 为皇位争夺不休 多位暴君将其上台 导致萧道成减了便宜 而后南朝就像中了诅咒一样 每逢三代就要被别人代替 南朝齐传了三代 到了萧泽去之后 又开始因为皇权内乱 最终留下一个残暴的皇帝 被萧炎捡了便宜 而萧炎的南两朝 还没等到传道第三代 就爆发了侯景之乱 本人被活活饿死在台城 此后其宗室相继 因为皇权大打出手 国内一片混乱 陈八仙也因此简陋建立了陈朝 一步一步从萧家手中 夺得了南朝的政权 而陈霸先称帝时 萧家后代仍在别人家地盘 争个不停 另一方面 北朝北魏曾因贪污腐败 以及天灾人祸 而爆发了六阵起义 历经三年平定时 已经又变成了军阀伶立的状况 而后 北魏皇权 被以尔朱镕为首的军阀所控制 皇权争斗不断 最终导致北魏分裂 此后东西两位相互对峙 爆发了河桥之战 芒山大战等战事 侯景因与内部不合 伺机归降南朝梁 北齐取代东魏后 北周也继而取代了西魏 此后 北周与北齐又陷入对峙 直到公元577年 周五帝东征伐旗 北齐灭亡 北朝板块只剩北周一家 他立即南征臣 但未曾想于同年逝世 而后北朝再次发生内乱 伐臣之战只好作罢 直到隋朝建立 南北两朝历史才真正结束 在此期间 南北两朝所爆发战事 接近60场 其对文明的进步 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而另一边 战争也使中原地区人口 剧烈减少 既然有战乱 自然军队需要补给 而战争的开销 包括征兵 一切都要算在百姓头上 据现代历史学家统计 东汉时期 国家户口所登载人数 最高为5000万 而三国结束后 官方户口登记 却仅仅只有不到1000万 一方面战争导致了人口 大量消耗 另一方面 三国期间 世家大族崛起 许多人躲进了世家庇护 形成了小的体系 因此没能统计在户 南北朝承接三国乱世 也同样有此问题 但尽管如此粗略的估计下 人口损失率也同样惊人 北朝其实 国内粗略统计人口2000万 但到了北周时 人口仅有900万 南朝送人口460余万人 到南陈面王时 只有200万人左右 其损失率达60% 禁书记载 彼时关中闹了饥荒 百姓没有食物 只好吃同族人的肉 来抵御饥饿 同时家以瘟疫盛行 街上贼道猖獗 立法不能制止 而这饥荒一闹 便持续了几乎整个南北朝时期 每每在史书中出现 都要伴随着人相识的字样 以至于一成因为同族互残 而消耗殆尽 不知在损失的60%的人口中 有多少百姓成为了同族 活下去的祭品 而除了百姓相互蚕食 军队也是百姓 为应急的口粮 南北朝时 截乎人行军 一向不为军粮 到处抢掠粮草 甚至还会抢掠 汉族女子 将其置为军粮 还望称其肉质鲜嫩于羊 称汉族女子为两脚羊 其残忍血腥 为诸多学者所批判 李时珍就曾在 本草纲目中 称这种行为 连诛杀都不过分 看过了南北朝的荒唐 也不是不能理解 南北朝所谓民风开放所在 一方面 外湖入侵 文化之间发生了碰撞 胡人主动汉化 使得汉文化原有的基础 基本没有舍弃 和破坏的地方 反而融入了新的元素 只不过 因为动大 文化在融合中 又因落后的奴隶制 文明些许退化 另一方面 这段历史 南北双方连年征战 人们生活朝不保夕 日日如惊弓之鸟 卑躬摄影 及时行乐 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风气 文人乐于谈论男欢女爱 美酒嫁人 愿意撰写 美景仪情的诗词歌赋 贪污腐败之鼎上 以至于士族出现了 乐于归隐者 其用两耳不闻天下事 换得了些许金钱 贫哭百姓 会因吃到一顿饱饭而欢喜 将军会因饮得美酒 而血腥大发 黄老玄学 变得神秘又可以接触 人们相信命运在天 无为便是安好 佛教也四季传入中原 佛学达到一个小高潮 南梁五帝 修建寺庙五百余座 举国半数为僧 便是佛教发展的最好证明 只不过 亦不知有多少僧人 是为了满足一时温饱 躲避一日摇曳 才归异了佛门 这就是南北朝 伴随着荒唐美好的恐怖时代 可能这正是为了 陶渊明独爱菊 却描绘了桃花园 而不是菊花园的原因吧 其说一千到一万 不如资质通鉴一句 千里绝烟 人际罕见 白骨成句 如秋拢烟 更能引人反思 悲剧的笑点 往往只有观众能感受到 而悲剧的后果 却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南北朝就是如此 引用一句 旧堂书最为经典的话语 夫以同为敬 可以正一观 以始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 可以明得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